漆黑的夜下,一男一女半躺在园子,男人正用手摸索女人性感的脚踝,致使一个怪诞的庄园。 在这里处女算是极品中的极品,这个女人之身来到庄园,势必要引起一场男人的角逐。 女孩露西,方琳十九,是个少有的美人胚子,母亲因与男癌过世了,于是露西带着母亲的日记本,她上了寻找生父的旅程。 然而漂亮女人身边总是充满危险,势也惨遭尾随偷拍,从飞机转到火车,她销魂的水姿,嘴角的口水,数数被收录进陌生男子的相机。 且在她下车后,信念地将录像带扔给她,只留下一个手链的特写镜头。 势按着日记,来到法国乡下一个庄园,这里住的都是母亲曾经的朋友,庄园神秘且安静,燕子在搭窝,女人们在书音下享受午休。 但安娜是母亲生前好友,她与丈夫伊恩就是这个庄园的创始人,然而打造了一个人间天堂。 庄园比较特殊,只尊崇艺术之上。 他们多年来,仅向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敞开大门,有钱也不能买到庄园的一席之地,仅供艺术家和他们的后代在大自然恩赐的庄园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艺术的世界相当不简单,他们天性开放,喜欢的男男女女随意结合。 任何地方都能是他们外鼓掌的圣地,甚至可遂心情,不穿衣服。 永迟,草地,躺椅,随处可见,并不觉着奇怪。 这里就像人手打造成的乙电园,他们回到人类最原始的状态,连欲望都是最原始的酒族饭饱和淫欲。 对于外界来说,这里就是天伦之乐,他们在众母和鬼下随意亲吻,所有人都对此相当自然。 唯独露西觉着又尴尬又奇怪。 伊恩是个雕塑家,庄园里还有作家、音乐家、诗人等等。 露西的母亲曾经也是一名诗人。 露西除了想要寻找到生父,其实还有一点私心。 就是15岁随母亲来死探亲时,露西邂逅了她的初恋。 然而后来也有过几次通信,露西几年来为了等候初恋,一直保守着童女之身。 而她不知道,在这个庄园里,她的童女身就如同一件艺术品般的珍宝,更是能让所有男人都为之疯狂的稀有。 夜深人静的时候,露西就坐在阳台上点蜡烛, 一夜夜读着母亲的日记,希望从中寻找一些亲生父亲的踪迹。 隔壁住着作家老王,也是母亲的朋友。 母亲曾在日记中提起过老王。 这天晚上,老王以戒严为由,约露西散步。 两人聊了许久,老王其实已经病入膏肓,没几个月的寿命。 整个人看起来尿头大脑。 他们聊到爱情又聊到性, 当得知露西还是同身的时候,老王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那种奇异的感觉,让老王忍不住搓了搓露西的脚踝。 童女的心香,让老王略微有些失控。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露西也讲起15岁的初恋, 希望能找到她并交付一生。 老王虽然年龄大,却也没什么好顾忌的。 一个只有不到数月寿命的人,想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因为多做一些,人生便少一些遗憾。 她喜欢露西,更希望在人生末尾,能尝到童女的甘甜。 日子有了半套,老王一夜之间变得精气神十足, 从不爱参加活动的她罕见的出席聚会, 那神采奕奕的样子活像个壮年。 露西的美让人无法抗拒,老王几乎要为她痴狂。 这天,赵远迎来一名新客人,是个摄影师, 手腕上的手环似疼相识, 就是露西在飞机上遇到的跟踪狂。 她叫卡尔,也是这里的常客。 此时不远处身着漂亮小雕带的露西, 正和伙伴们奔跑打闹着。 裸露的皮肤在阳光下暴晒, 旁边和她一起打闹追逐的男孩, 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欲望。 接着就要对露西动粗, 旁边的人看个乐呵,哈哈大笑。 露西却十分反感他们的行为。 她有些生气,推开旁边的男人。 她抬头看到卡尔, 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 所谓的跟踪狂卡尔, 不过也是被露西美色迷倒的其中之一。 卡尔竟然也是母亲曾经的朋友, 甚至和母亲发生过关系。 露西以为自己找到了生父, 然而卡尔按时间推算后, 十分确定自己不会是露西的生父。 误会解除, 露西与卡尔正好被老王看到, 老王以为露西也是痴迷卡尔的少女中的一个。 卡尔与母亲要好, 而且卡尔的言谈举止又亚大方, 露西甚至挺喜欢卡尔这样的男人。 老王感到十分失落, 还着急带露西逛一逛整个庄园。 两人简直走进了一店园, 他们置身露体, 并不觉着羞耻。 他们躺在阳光下的草坪, 谈天说地, 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 这时戴安娜在背后说露西坏话, 觉着露西十九岁还是童女, 是件羞耻的事, 甚至还希望丈夫伊恩能够帮露西除掉童女的羞耻。 露西气急败坏, 她没想到自己守护了十九年的真结, 在这里已经成为了笑柄, 这时两个去西班牙旅游的小伙子回来了, 其中一个就是露西的初恋男友尼克。 她笑得满面春风, 露西的心也跟着晴空万里。 见到十五岁时的初恋, 露西自然就不肯嚷嚷着离开了, 她等了尼克四年, 虽然偶尔通信, 但始终抵不过朝思暮想的想念。 露西觉着自己的春天要来了, 毫无例外, 没有人不爱露西的美貌, 尼克就没想到, 十五岁那个乳羞未干的小丫头, 如今竟出了得如此美丽大方。 她开心地回忆着那段书信的日子, 有些后悔当初为何断了联系, 好在命运让两个人再次冲锋。 老王还因为露西生气, 郁郁寡欢。 说来也奇怪, 露西竟成了老王的精神支柱, 追求美人的动力, 是自己他肾上腺素的唯一方法。 露西正在房间里昏了高歌, 沉浸在让人疯狂着迷的爱情里。 夜幕降临, 大家正在外面谈笑风声, 这里仿佛是另一个星球。 这里的一切都和世俗不一样, 人们追求房子, 车子和钞票的时候, 这里的美人都在放肆享受纵情娱乐。 虽然不知道这些艺术下的输入来源是什么, 但他们表现得甚至无忧无虑。 露西看着外面的大人们发愁, 他们都是母亲的朋友, 却不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父亲。 上一代人们结合生下的儿女, 又在这个庄园里, 重复着父母们的生活, 说明艳乐。 他们的所谓的爱情, 没有界限, 更没有专一, 仅仅是为了完成身体的需求, 找个伴, 并不明白真爱的意义。 男的女女放肆地挑逗着, 他们对性的追求赤裸而直接, 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欲望, 露西却害怕了, 她害怕自己被这里的价值观所影响, 她一直坚信, 真爱值得托付一生, 是忠贞不渝。 露西的美色足够让这里的男人疯狂, 她因而不俗, 而尼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醉花王。 她的世界没有爱情, 只有欲望。 她的爱稍动极势, 你又不过是一具身体。 尼克不觉得相爱需要负责, 露西慌了, 她爱了这么久的男人, 竟然有如此扭曲的价值观。 露西听完尼克的话, 早已恶心地吐在了尼克身上。 尼克没有生气, 反而温柔地照顾露西。 尼克受不了露西那诱人的香气, 忍不住轻轻摩缩, 亲吻着露西的胳膊。 这时一个男人看到这一幕, 将头低了下去。 大家对相应的场景早已见怪不怪的时候, 杰克去选择背过了身。 杰克一直默默地喜欢着露西, 却从未做出任何越贵的行为, 也没有主动搭讪。 他对露西的喜欢真诚而低调。 状元里知道露西是童女的男人, 却越来越多。 一大千早就有人以戒烟为由, 找到露西, 假意要教露西解放天性。 两人跪在地上对着镜子, 做出怪异的动作。 露西并不懂那是男人的挑逗, 就在男人以为得掌所愿, 准备进宫露西的时候, 男人的现任女友刚好走进来, 看到这一幕还是难以接受。 女人的天性自然不能容忍背叛, 两人大吵一架, 露西则在房间里偷笑。 原来, 这个性开放的庄园, 也有人不能够接受, 伴侣同时拥有两个以上女伴。 虽然前一天对初恋尼克的印象十分不好, 但露西的心里始终忘不了尼克, 和她心里的几句话。 她骑着自行车, 在状元里四处寻找尼克的身影, 很希望能够多一些和她偶遇的机会。 这时不远处, 树影像一双沉绵翡色的身影, 映入眼帘, 正是自己心心念念地初恋。 露西十分神伤, 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离开了。 这时, 杰克在野外打了一只兔子, 看到露西兴致勃勃地打招呼, 大概是骑得太快, 让露西一股脑摔了个狗吃食。 杰克急忙追过去, 尽管膝盖已经摔破了, 她仍旧不顾一切地往家回。 她想要忘记刚才看到的场景, 忘记那个让自己惦记了四年的初恋。 她去找作家, 作家正颓丧地在糖尾上挂吊水, 看到露西的膝盖, 作家扒了针管帮露西处理伤口。 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仿佛就像在恢复一件乳龟宝的艺术品。 吃不到的美味, 连闻着都是香的。 这天的饭桌上, 尼克果然带了暧昧的女友前来, 露西气得眼圈红红, 却始终没有表露出来。 这段爱情终究是她的一场独角戏, 她留意着尼克的一举一动, 一拼一笑, 是那样的刺眼。 这天众人都在树荫下, 懒散地坐着, 躺着玩闹着。 尼克用电脑翻看了曾经的电子邮件, 得知露西19岁还是名童女。 看着伊恩笔下那如画的少女, 尼克的脸上浮现出了饶有兴致的坏笑。 她像着了魔咒般, 喂随露西, 来到庄园橄榄树茂密的深处。 尼克毫无掩饰地, 夸赞着对露西的渴望。 听到心上人的表白, 露西早已心话怒放, 顾不得辨别尼克的真心, 让人变暧昧起来。 而尼克已经疯狂地, 无法听进露西任何话。 露西终于清醒了, 尼克喜欢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这一具童女的身体。 她拼尽全力从尼克的怀里挣脱, 回到房间里崩溃大哭。 她的初恋离开了, 她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爱尼克。 老王一直坐在对面, 她看到也听到了一切。 老王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得到露西, 她的心永远无法属于自己。 突然老王觉着失去了所有力量, 双眼空洞而无神。 露西的爱情已失败告终, 她必须找到生父才能扳回一句。 她拿着日记本去找老王, 并读了母亲的日记。 老王听着将露西揽在怀里, 露西失望了。 老王对日记里的事情一无所知, 她并不是父亲。 庄严的男人一个个被排除, 生父毫无头绪。 她穿上了母亲生前的花裙子, 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 这天是庄园一年一度的盛会, 所有男男女女接盛装出席, 露西也参与了, 这是一场音乐、美食与浪漫的碰撞。 尼克也有了新女伴, 草坪上坐着一对一对的情侣, 这个庄园算是爱情圣地。 杰西却是个例外, 她却是乐器组的成员, 露西看到表演的那般卖力, 忍不住笑了起来。 杰西看着被自己逗乐的心上人, 心里像盛开的花斗荡漾着, 早将上次两人的不愉快望到九霄云外。 宴会一直持续到夜晚, 张灯且踩得好不热闹。 露西约卡尔跳舞, 两人随着音乐偏偏起舞, 映着暧昧的灯光。 是情侣还是妇女, 谁又能分得清呢? 节奏越来越快, 两人跳得也越来越火热。 卡尔的前女友来加入两人的舞蹈中, 还笑着要对露西讲卡尔的一些爱情小癖好。 两人分分合合, 他们似乎不需要承诺, 更不需要结婚。 大家都是自由结合, 喜欢便在一起, 不喜欢便分开。 看似很自由, 实际很痛苦, 每个人都在爱情里变成了疯子, 看似爱人属于自己, 其实格外没有归属感。 自己做不到对爱忠贞, 更无法要求别人忠贞。 庄园的每个人因此都成了爱情疯子, 他们被自由紧紧禁锢, 他们对爱情的不负责, 反而成了他们的枷锁。 自由二字本就由条条框框组成的, 懂得规范和收敛,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陆续看他们的放纵, 忽然觉着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人的情感需要被满足, 需要真诚, 尊重和保护。 放纵身体的快乐, 远远比不了约束心灵的满足。 这个庄园还有一人, 那便是杰克。 他是个思想保守的人, 绝不放纵自己肉体的欲望。 人首先应该自爱, 才能被爱, 先自爱才能学会爱人。 杰克不齿庄严地放纵, 不喜欢游戏爱情, 更不想被爱情游戏。 他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同类, 于是杰克向露西告别, 他选择去美国读书。 他更不能接受自己喜欢的女孩露西, 是个自亲自荐的人。 露西并没有解释, 为了报复那糟糕的初恋, 在现场虽然拉了一名醉酒的英国男人, 请求他演一出戏。 两人醉酒拥抱举止亲密, 甚至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 将英国男人带回房间。 露西看到尼克失望的眼神, 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男人们连连叹气, 这块肥肉明天不再是童女。 露西也斩断了所有男人对他的幻想, 连老王也以为露西心甘情愿, 他表面多么呛言幻笑, 内心就多么的伤痛。 然而关上房间的门, 露西便与英国男子分床睡觉。 这一晚老王彻底病了, 因为他的公主已经属于别人。 丹安娜前来照顾老王, 已经奄奄一息的老王, 最关心的不是露西是否选择一个强壮有力的人, 那是动物走舞时的选择, 反而关心的是露西是否选择了一个好人, 这是他生前唯一的愿望。 老王自以为这辈子爱过很多人, 其实临此才发现, 原来自己这辈子只过爱一个人。 新疆求木还在追逐求爱, 老王是勇敢的。 他的一生虽没留下一儿半女, 却为爱耗费了一生。 露西送走英国男子, 同时老王也紧跟着被抬出来。 虽是将死之人, 却看不到老王的恐惧和不舍。 他努力笑着跟大家打招呼, 老王跟朋友们说着再见, 就像是明天依旧能够见到一般。 死亡不是终点, 死亡反而是新生。 老王走了, 露西跟着郁郁寡欢, 像是送走了一位老朋友, 却忍不住思念和他在一起的每个时刻。 那些日子竟是那般耀眼。 露西坐在飘窗前思虑万分, 他用自己的方法将所有人都排除了。 老王,卡洛, 仿佛都不是自己的生父。 这时充为树立的雕像, 用于眼帘, 那对母女的神情和姿态 宛如露西和他的母亲。 露西更加确定自己的生父, 极有可能就是庄园的主人伊恩。 此时的伊恩正窝在他的雕塑房里, 加班加点, 完成他的新雕像。 敏感变来源于露西, 露西特意去折了些花来找伊恩。 然而对着几番, 即使早在看到露西的第一眼, 伊恩便已经知道露西是自己的女儿。 那种血缘的连接, 让伊恩只用一眼便认出了露西是自己的骨肉。 只是他不敢承认, 因为错过了19年, 伊恩在用自己的方式呵护着露西。 还为他定制了雕塑。 那一年伊恩的女友戴安娜出差去了外地, 伊恩就在这个空档遇到了露西的母亲, 甚至一见倾心,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怀上了露西。 伊恩给露西看了那个隐藏的雕塑像, 那是露西的画像。 露西选择原谅伊恩, 两人就此和好。 最后露西和杰克再次相遇, 两个价值观一致的人终于走到一起。 原来15岁那些信并不是尼克写的, 而是杰克写给露西。 那些露西喜欢的句子, 杰克张口就能背下来。 杰克一直爱着露西, 并不单纯因为美貌。 杰克爱她的忠贞, 爱她的勇敢, 更爱她美丽的心理。 男儿决定离开这个窒息的庄园, 去美国生活。 他都能让我们略过悲伤, 痛苦、焦虑和失落。 深爱的魔力, 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愉悦的满足感。 那是只追求肉欲的世界, 所不能拥有的感受。